然後要在這麼小的公園 才要施工 真的非常的有錢 對 羊毛很小 有些很麻麻的 缺羊毛 今天很特別來到桃園市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體驗一日 污水下水道的體驗活動 我們常常在路上看到來來往往的工程 可是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他們究竟在施工什麼 或者是會抱怨說造成交通的堵塞 那我們今天就要下去 我們在路上看到那些 人孔蓋 我們常常在路上看到圓圓的人孔蓋 我們今天就是要下去這邊 常常看到 但從不知道打開裡面長怎樣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安全的設置 然後要下去人孔蓋囉 看起來很專業耶 下去下面齁 是我們的一個曲線空間 我們裡面沒辦法自然的換氣 背負式安全帶 當如果說你有跌落的問題的時候 它會像安全帶一樣 直接塑緊 下去的時候記得 三點不動一點動 你手要放開的時候 另外三點都要注意 我們等一下會把防墜器 勾在你的背負式安全帶上面 那這個就是一個安全的裝置 怕你說如果有跌落的部分 它這個就會保護你 不會直接激速下墜 這下面的總共深度有7米 應該是兩層樓高 我們現在爬的管徑是 300mm 然後最大有到1800mm的 現在換我們的李柔柔下去了 好 三點不動一點動 出發前給一個微笑啊 唉唷好可怕喔 耶 好我要下去囉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好可怕 我快到了嗎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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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有在抖 好可怕喔 好可怕 我們有飛步山全設施 你也穿嘴全設施 你也穿嘴全設施 沒有問題 你慢慢來 呼吸 呼吸長一點 我們這個系統大概是 好遠最大的系統 但是我們市民他不會知道 他可能會只知道說 這條路或是這個單點 它是需要多久的時間 80公分到1米8 我們這個管徑 施工期大概就會兩個月到三個月 越大的機組 越巨型的機具 它所耗費的施工時間也比較多 像我們今天這條三明路 我們大概就做了接近兩年 它長度比較長 大概有快三公里 那其實完成整個桃園市的 所有的汙水傳道 要耗費了20公里面吧 這個區域我們大概是要做 施救面 因為我們汙水下水道 不只有包含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 前期建立這個汙水管 系統的一個槓管 槓管做完 我們會再往住戶去做延伸 因為那很多用戶 他可能不了解 他覺得說不要 或是他會有一些抵抗的一些因素 所以會導致可能攻擊又再更延長 到底我們人類使用的這些汙水 怎麼樣有效的把它處理 不要再讓它回到海洋 那海洋我們又補魚 那些魚又吃我們那些汙水 我們又回到我們生地 就很像一個食物 對它就是一個循環 現在看到的都不是我們現在可能用得到的 等到我們這個系統建置有可能是 10年20年 建置完成之後 下一代他就去享受我們汙水建立完成的 那些好的一個板間 第一號 出手 幾樓 這窄嗎 好了換你 這個好窄喔 這個很小 然後要在這麼小的空間裡 才要熄龍 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這個羊群真的好小好小 我現在很麻麻的 那種缺氧的 所以如果長期在下面工作的人 是真的 很辛苦喔 我們都要感謝這些無名堂秀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些汙水 那阿門還是汙水 哇 真的 很窄的腳 抖音的歌沒錯 但是你在抖 我不是泥土人 好累喔 到了沒有 好慘喔 喘一下休息一下 給我一個熱點的掌聲啊 好慘喔 回到地表有什麼感受 空氣非常的充足 給一個勝利的表情啊 快到了快到了 怎麼樣 講一下心得啊 非常的喘 很累喔 因為我們只是下去 就覺得很累了 然後他們要在底下施工更累 好了我們現在要請我們到我們的科長 跟我們講解一下汙水下水道的一些小故事 我們的這個施工工法 推進工法 有別於傳統的這個民挖的方式 我們盡量減少這個施工的這個阻礙 所以現在我們都是以推進施工 所以我們以前在傳統在路上都會看到挖一個長條的 用地底下的這個推進 減少這個民眾交通的這個影響 只有這個工作井的部分才會造成損害 大部分的路段是開放通勤使用的 畢竟工期是比較長的 還是希望說民眾能夠多多提亮 支持這個汙水道下水道的建設 在起點跟終點會各設一個工作井 然後中間以推進的方式在做 施工的時候會先送交通維持計畫 也會取得道路挖掘許可 施工前也會跟周邊的商家住戶打聲招呼 還有里長 告訴他們我們會施工的這個方式 需要協助的地方也可以跟我們市政府這邊來反應 這個是行動的貨櫃屋 那這貨櫃屋裡面有我們在遠端操控的操作機台 所以每次我們這個工作井完成後 他可能就移到下一個工作井 這裡就是我們的一個操作室 通常操作點就是最資深或是老闆的部分 他自己去操作 以前有時候都是一些日本師傅來這邊做一些教育訓練 台灣的地址是比較複雜的 要能夠做到操作推進的師傅 他的經驗一定是非常好 而且他能夠非常快速去處理現場的狀況 所以他們的頭腦非常的靈活 巴德的路光社區大樓都已經接管完畢 那這邊將近有2000戶的住戶 38棟的大樓 這邊屬於是舊的大樓 所以我們會負責來做一個用戶改管的動作 接管完成了之後呢 就不用再去抽水飛 完成接管後 化混石那些是會填起來的 對 最困難的是在跟民眾協調 要不要做接管這個動作 就是民怨本來就比較多 因為他可能不了解 所以他可能會產生很多疑慮 他可能先說不要 希望大家如果有接收到需要開挖的話 因為是政府替你們做是免費的 你們根本不用出到任何一毛錢 而且還有獎勵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問一下 看看這裡做完污水下水道系統 他們的滿意度 還有他們的感想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打擾一下主委 來 主委好 污水來講的話 我們困擾了一二十年 因為只有一個污水池 這次的改建 使我們社區更順暢 而且改善了很多 也不會說實際上有一個馬達壞掉 整個污水就冒起來了 改管外排以後 變成全部都很順暢 這個工程期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大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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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泰到我們的生活啦 我們社區裡面地下室啊 或是停車場 臭味的存在都感受不到了 所以這邊的住戶 所有人都非常滿意這樣子 真的體驗過後 也學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才知道下面真的是又悶又熱的 然後空氣非常的吸爆 未來如果政府有說要做這個污水下水道的東西 也有本體倡每個住戶都進行接管的動作 謝謝 掰掰